《快的修行录》 《快的修行录》 《尊贵的导师梭巴仁波切》 是耶席喇嘛的新传弟子 两位喇嘛在1964年相遇 1971年在尼泊尔建立科盘寺 且一直为了把佛法 介绍到西方的心愿而努力 1984年 耶席喇嘛原籍了 梭巴仁波切一间 独挑起领导物联会的重任 以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的悲怨 使至圆满上师 耶席喇嘛的意愿 要在印度建造一尊尼勒大佛 促使大乘教法常驻于世 任波切所有的时间 都用于修行或教导众生 中年马不停蹄地走访全球各地 推动种种弘法一生的事业 即使在视线变相的时候 任波切仍然不愿放缓脚步 任波切常说 如果我活着的时候 不能对众生有丝毫的利益 那我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在台湾 我们经历过许多大地震 科学家告诉我们 台湾处于地层不稳定的地区 靠近一些主要断层带 这是地震发生的主因 科学家对其他灾害 如水灾 飓风等等 也是基于自然的噪音 而提出类似解释 这一切我都接受 我可以看得出 这些现象必定有其自然的因缘 不过我还是有疑问 为什么地震会发生 为什么是现在发生 而不是在其他时间 为什么有些人会碰到这些问题 而其他人却没有 真正的噪音是什么 如果我们知道噪音 可不可以阻止它们发生 我们是否能够做些什么事情 来防范这些灾难发生 什么是处理生命中 这一切困境的最佳方式 科学家已谈起地震 从未提到新 经验现象的造作者 而是纯粹由外在的演化 来解释所发生的现象 即使这是正确的 也只是短期的解释 首先 这并没有解释 发生这些事件的真正造谛 从佛教最简单的教理 就可以了解 飓风和地震的来由 它们是来自过去恶业的果报 经历这些事情的业因 可能是造作十恶业之一 或多种恶业 或许是造之于偷盗 对其他友情怀有恶意 以及邪见 例如说转身不存在 或归一进佛法身不存在 在地震之后 得不到庇护或引导等等 可能是邪见所导致的一部分业果 另外 也有可能是杀身 或其他十恶业之一的业果 由于业的缘故 让我们经历飓风和地震 经历这些天灾的心 来自于自我爱惜的思想 贪或城 这些都密切相关 这一切真正的根源 是无明、不明了的心 不明了心、我 或其他现象的究竟本质 先有业因 之后才有祝愿 地震不是来自外在 而是来自你的心 我们应当记得 即使外在的预防措施都做了 只要有受害的因 就会有果报 例如 即使建筑物具备一切防震措施 还是会被地震所破坏 没有任何防震措施的建筑物 却不一定会遭到地震的破坏 只要建筑物具有遭到破坏的因 破坏就会发生 否则就不会被破坏 这是根据佛教四大教派 共同的见解 他们都信受释迦摩尼佛所说的 你是自己的导师 也是自己的敌人 这是真理 我们到底会遭遇困境或安乐 就看我们日常 怎么处理自己的心 如何让自己的心去思维 如果我们让自己的心 采取积极的思维方式 就会有和平 如果让自己的心 采取消极的思维方式 就会有困境 究竟来说 最佳的解决之道是 永远不必再经历这些困境 而这是可能的 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净除这些困境的噪音 困境的因不是来自外在 而是我们的内在 消极纷扰的情绪 自我中心的心 源于这种心 生起无名 贪和尘 接着 由于这些不良的心态 导致我们的作为 变成是不善的 造下伤害自他的恶业 任何外在的解释 即使是正确的 也只不过是用来解释 这些困境的住院 没有内因 恶业 困境的外在条件 就无从生起 我们应每天祈求 尽除往昔的恶业 而且要设法 不再造恶业 所以 以在家人 或生泥的身份受戒 依循戒律过活 不造恶业 非常重要 受戒 在心理上 决心不做某些事情 有助于让我们 不再造恶业 即使无法在圣经 生团面前 或从自己的上师受戒 还是可以精进地 下定决心 不造恶业 并依循戒律生活 结论是 要彻底解决困境 最好的方法 是修行佛法 尤其是在自己 内心实证佛道 并禁除业和烦恼 生老病死 每一种苦的造诣 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适用于癌症 等所有的疾病 和健康问题 乃至于享有 长寿 健康 富裕 全世 生育 和谐 平安 快乐 获得别人的帮助 情爱 支持 等等 地震 地震是过去造恶业的果报 科学家谈的只是短期的解释 要去除所有疾病 并享有美好的人生 最佳之道是 净除苦因 不造恶业 发生灾害时 比如龙卷风 飓风 大雨 暴风雨 洪水 地震 火灾 还有在一个小时之内 把谷物乃至整个城镇摧毁掉的灾害 造成数百亿元损失的灾害 要花许多钱重建城镇 有些灾害 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死亡 或无家可归 没有食物 或缺乏干净的水等等 那时 你们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要修什么法比较好 尽管这种问题都很大 尽管有无数的佛 不过 只要有人非常虔诚 全心全意 毫不怀疑地皈依 乃至仅止一尊佛 并且持诵那一尊佛的咒 包括名号咒 整个寝室 就可能完全改观 就足以止息天灾 并避免战争 只要有人 仅仅只是向一尊佛 强烈的皈依 祈求 不管是任何困境 都可能减轻 甚至完全止息 凭借一个人修法的力量 就可能在那一个小时 或下一个小时之内 转变天气 无疑地 如果修法的人 实际具有正量 那么每一个奇寝文 每一句话 都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正量是指 一 无体心 二 空性 三 具有非常清静的心 不含世俗八法的软垢 四 过清静的生活 持戒情境 受持在家戒或出家戒 尤其是出家戒 具有其中任何一种正量的人 在修法时 天神 龙肋 和其他一切友情 包括世间八部众 都会比较听话 并服从这些行者 由诸大所造成的伤害 和破坏 便可望止息 你们可以向许多尊佛祈求 例如大白闪盖本尊 大白闪盖本尊 对于避免诸大元素 所造成的危险 极具为力 本着强烈的信心 和强烈的皈依 把他的咒语或照片 放在房屋周围 然后观想 由咒语放射出甘露大雨 这种甘露足以止息火宅 净除昆虫所受的苦 同时净除一切友情的恶业 令所有的友情都度脱了 像师面空行母 观音等诸佛 或莲花生大事 念诵齐寝魂 观想他们 然后怀着十足的信心持咒 仰仗他们 思维他们具足一切力量 视线不同的形象 因应不同的目的 饶益不同的友情 你们也不妨修药师佛 药师佛这个法门 不仅是用在疗愈 对于获得成功